我現在示範一下 例如想幫人的一個人對生命的看法更加正面 有些人會這樣說 吩咐式 我說三種形式 第一種是吩咐式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第二種就是 你做什麼 神就祝福你了 第三種就是 講完神一切的預備 當你回應神的時候 神怎麼祝福 當然如果我們輔導一個人 我們都會回應他的痛苦和困難 聽到他的困難 我們會認同他是辛苦的 我們會說 我知道你辛苦 我都想你知道我關心你 我也很想幫到你 尤其有一位神更加關心你 他知道你痛苦 他很想醫治你 天堂的人每個人都很開心 他都想我們基督徒每個人都開心 這就由恩典開始了 神是想每個人都開心 想每個人都有封聖恩典 雖然你世上有痛苦 但你有耶穌的同在 你就算被人罵 你可以不用放在心上 因為聖經說 有耶穌幫助我 必不懈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沒有人能夠害到我 即是說 一個信耶穌的人 神已經有奇妙的恩典 會保護他 祝福他 提升他 他整個生命都會提升 尤其當你一聽話的時候 你一遵從神的時候 你親近神 你每天都有平安 被人罵完都很平安 都可以放心 放手 不會介意 因為知道那些說話短暫 已經過去了 尤其當有一天我去到天堂的時候 以前罵這麼多 這些都不重要 然後神就說 你那時候倚靠我 你每次被人罵 你都向我討告 神就說 我就欣賞你 我就祝福你 所以我提升你的生命 所以以一個永恆的角度 和當時那種力量的角度 它是無福的 所以雖然你現在受了苦 但是神已經知道你的苦 神要提升你 並且你看到你一生可以 神會提升你去到高處 你的生命不再是一個平凡的人 你會去到一個高層次的人 你的生命會發揮 因為神有了計劃 神的計劃是好過了 就算你的爸爸多有錢 他的計劃都不及於神 神的計劃是最完美的 那你一聽話 這個計劃就開始展開了 那你就會發現 神給你走一條路 他就給你聰明智慧 給你力量 給你預備機會 所以越聽神話 你就開始改變了 可能有些人聽完都沒有好改變 大家想一想 首先來到這個課程 你有沒有覺得人輕鬆了 氣落了 這個已經是第一步改變了 你又幫到人 你幫人的智慧又高了 這個已經是改變了 然後你幫人的時候 開心點了 你又越來越幫到人 神的祝福 所以聖經所說的祝福跟世人不同 你未必有很多錢 但你有足夠的錢可以讓你繼續幫人 你有足夠的資源讓你能夠發揮 你的生命不再後悔 你的生命想起來的時候 你會很滿足 很開心 神也都會在你困難的時候 會保護你 祝福你 讓你的生命不會去到住境 我們有神做擔保 所以我就鼓勵那個人 神這麼多事情 他擔保了 倚靠爺友的人 等候爺友的人 一定是蒙福的 他不會不至於羞愧的 你一定會蒙福的 你走這條路是最好的 即是會講完神為祂預備的事 而那個主題是什麼 我們就講什麼 譬如祂是煩惱的 我們可以講神是開心的神 天堂很開心的 你看那些人讚美神 真的很開心 他放下那些煩惱 想著耶穌心平安了 平安了很多 即是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可以給你喜樂 你想耶穌醫治你 將你的重疊拿走 祂有醫治的神 然後你就釋放你重疊 即是講到神的安慰喜樂 你就講那方面的恩典 講到發揮生命 你就講發揮生命的恩典 講到恩賜 你就講恩賜方面 他給你的恩典 講到生命的目的 或者生命的確據 這些有這方面的恩典 等別人 即是每一次都講類似的事情 我有時候給那些非洲牧師的功課 他一講又講耶穌救我 耶穌將永生賜給我 我說這個是對的 不過你不是每次講什麼 都講到耶穌救恩 他以為恩典就是救恩 我說恩典不是救恩 是很多各方面的 是根據你的需要什麼 神就給你什麼恩典 是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